那今天有一些最新的 包括我们看到10月14号 叙利亚就已经宣战了 事实上双方的交伙 已经是一个家常便饭 那10月12号当天 以色列不是空袭了 他的两个大机场吗 然后10月14号又再度空袭 因为当天伊朗的外长要来 所以伊朗外长没办法降落 又打到回府 然后另外叙利亚之外 还有黎巴嫩 黎巴嫩的这个真主党 今天这个美国媒体 大篇幅的报道 他可是个狠角色 黎巴嫩第三方参战之后 叙利亚也加入进来 那10月14号 以色列说叙利亚向格兰高地 以色列占领的地区 发射了至少一枚火箭弹 不过被拦下来 然后就向叙利亚回击 10月15号清晨 叙利亚跟黎巴嫩真主党 向以色列发动了联合攻击 好 我先让亮哥谈一下 就到此刻为止 然后你来我往 感觉上这个以色列 也不是个安全所在吗 哈马斯还是有这个 轰炸的动能 另外不管是两线开火 三线开火 你觉得会怎么样来发展 不过因为特拉维夫 距离北部比较近 其实哈马斯如果这个火箭弹是来自不管哪里 那国会铁琼竟然不用把它拦截 是有点怪 是不是 因为量又不是那么大 对啊 上次是5000枚 对啊 这是才100 其实它可以再发射 不会太意外了 因为那个本来就是机动式的 它并不是一个地点 所以一定要入基 它是可以移动的一个车辆 然后把车辆固定之后就可以发射了 那也可以在某些房子的楼上来发射 所以 不过就是说表示他们还是有相当多的人 那个人才可以操作 主要是显示这一点 那它如果不是在加萨的北部 因为难以想象加萨北部 还有地方可以发射 然后以色列不能事先把它制止 是啊 所以到底是从哪里射的 搞不好不是从加萨射的 是从约旦河西岸射的 因为我跟你讲 约旦河西岸 以色列也杀了48个巴勒斯坦人 表示是有人在动的 而你说哈马斯在约旦河西岸都没有人吗 我觉得也不太可能 因为这虽然是两个政府 可是人是流动的嘛 所以我认为约旦河西岸里面应该也有哈马斯 可是数量我们不知道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以色列就要紧张了 对但至少这显示它不但有一定的人员 还有一定的武器 对因为你火箭弹怎么运得进去呢 是啊 事实上我坦白说了 五千枚火箭弹可以运进加萨 就表示以色列的情报系统已经瘫痪了 这有点不可思议啦 怎么运得进去呢 那个火箭弹是到我们秀方的肩膀 这么大 对不对 你拆解运进去 这也挺费事的 但是经过那个五千枚之后 应该以色列已经把自己武装的滴水不漏了吧 但是你看到 你应该说之前 之前在加萨地区就有120个关卡 怎么过得去呢 那还有封锁的围墙怎么过得去呢 这已经有点荒唐了 我觉得唯一能解释就是之前 根本就完全松懈了 所以才会产生这种事嘛 所以之前可能也已经运到了 约旦河西岸那边去了 所以我认为哈马斯如果有 有办法把五千枚运到加萨 那同样运个一千枚去约旦河西岸 你会感到很意外吗 应该不会啦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 那如果叙利亚跟黎巴嫩 他们进来以色列也有一定的渗透的话 那就复杂了 就表示你以色列已经整个松懈了 所以才会有 因为我最近看几个民调 以色列有94%的民众认为 纳坦雅乌政府要为突袭负责 他认为他是有责任的 那因为他现在已经成立了战争内阁 那有56%的以色列民众认为战争内阁结束之后 纳坦雅乌要下台 我今天同步看到一个讯息 以色列高层承认在情报的研判上有失误 这显示什么 显示他们是有收到情报 不是没有收到情报 都有啦 我跟你讲911也有收到情报 偷袭珍珠港也有收到情报 只是你认不认为那是真的 他显然就是收到 然后认为 这不太可能嘛 不太可能 那就是低估对手嘛 或者说第二个更可怕的 就是说他有一些别的想法 就让他发生 这也可能 我们当然就来看目前 这个以色列战事的最新消息 这个哈马斯已经被狂炸了 你有没有看到今天这个照片 这个华尔街日报啊等等 从空中俯瞰的照片 真的是一片鬼城啊 建筑物都如此 更何况人呢 那但是很难想象 哈马斯还有这样的动能 还可以再反攻 以色列呢又挨炸了 紧急避难 这个我们的制作人 待会把华尔街当照片找出来 好不好 我们看一下 因为蛮有感觉的 10月16号 这是当地时间 我们今天台北时间17号嘛 当地以色列时间 10月16号 耶路撒冷 特拉维夫等等城市 再度响起防空警报 那以色列的议会呢 正在是冬季会议 正在开幕式 就当场打断 听到警报还得了 议员们紧急撤离避难 还包括我们看到 布林肯拜访议会的时候 也一样 也是一样警报响起 那哈马斯立刻声明 说就是他们 发动了密集的火箭攻击 我看到有数字 据说来了100枚 当然这个讯息 大家会有点惊讶 就是说哈马斯 已经不是被铲除的差不多 一下在以色列 扫荡了1500人 1500具的遗体 然后呢 紧接着在这个加萨 密集的大轰炸 但是到此刻为止 哈马斯还有这样一个动能 有能力去轰炸 这个以色列 包括他们的议会 包括他们耶路撒冷 等等城市 来我们先来看这个议会 紧急避难的一个情况 好不好 先给大家感受一下当时的气氛 好大家看到 先是这个烽火漫天嘛 防空警报大响 你已经有听到隐隐约约 民众尖叫的声音 有没有 对照起这个蓝天白云 是蛮讽词的 在议会当中 有没有 以色列议员 是防空警报吗 立刻毫不犹豫地先往走廊上撤 所有议会动起来 东西简单收一下 大家立刻找安全的庇护所 看到没有 动作非常的快速 然后你就会发现 哈马斯的这个火箭弹 已经飞来了 据说前前后后100枚左右 好这个画面 大家在网络上都看得到 另外还包括布林肯来的时候 也有碰到 好我们再回去刚刚那张 所以先让你感受一下 到此刻为止 这个以色列人 也是处在恐惧当中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更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